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挂了 你知道为什么这类游戏越到后面越难吗 大家好 我是夏独独 你们的小姐姐努力通关游戏去了 这一玩儿可能就得下期视频才能回归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好的通关攻略 请留在弹幕上 小姐姐一定能看到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个游戏越到后来越难玩呢 这个主要就是和人的反应速度有关 人在正常情况下 反应时间通常在0.2到0.3秒之间 按键生效还需要再加0.1秒 所以在游戏里 即便你知道每辆车的运动机制 但是面对接二连三的突发状况 只要有一次判断失误 就足够让你手忙脚乱 game over 那如果是开真的车呢 面对突发状况的反应 处置时间就更长了 这时候要是拐脚冲出来一辆车 那游戏往往可以开挂 但是人生可能就只有 挂 平时开车再加上天气路况 这些外界因素 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你来不及做出合理反应的那一瞬间 那如果能给路上的汽车拉个群呢 前面有人吗 我要过弯了啊 有有有 我爬窝了 过了弯就是 你小心啊 所以如果真的能给路上的车都拉一个群 车与车之间可以互通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作为驾驶员视野的补充 甚至还能发出必要的预警 就相当于给驾驶员开了偷视眼和预知能力 能提前知道前方情况 就不需要紧急应变 也就减少了因反应不及时导致的处置不当 这种可以让汽车互相通气的技术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V2V技术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预测 V2V技术配合自动刹车技术 可以避免高达80%的交通事故 从2018年开始 凯德拉克在他们的CTS车型 就已经开始采用V2V技术 这个车型在300米距离内 可以与相同车型互通GPS定位 加速度、刹车状态、方向盘转角、车速等信息 在共享这些信息后 汽车会根据对方的行车参数 将紧急制动、路面湿滑、 前车故障等信息提前通知给驾驶员 这也就赋予了驾驶员最基本的 未卜先知的能力 那这么好、这么有潜力的技术 为什么在我们身边还看不到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你好 我要左转 搞小心好了 往哪儿转呢 不讲我要左转了 就是不斗牙的吗 你讲恨改 汽车厂商都是从为数不多 那几家供应商购买到相同的技术 但是出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 每个厂键的车都还是只会说自己家的方言 不同品牌的车还是没有办法进行顺利的交流 除此之外 主要V2V技术普及的另一个原因 则是通信延迟 为了做到提前预判 V2V的通信延迟最好控制在50毫秒以内 最多不能超过100毫秒 但是IEEE的一项仿真测试表明 车速 距离 拥挤程度都会影响V2V的通信效率 这个实验显示 如果搬进100米的圆形区域内 同时存在150辆汽车 通信成功率就下降到了80%以下 这个感觉就像是先知变成了半仙儿 事关生命安全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不太能接受 那如何解决通信延迟这个问题呢 先说结论 以现在的现有技术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通信延迟问题的 实现V2V有两条技术路线 一个是短距离通信技术 DSRC 它可以让一辆汽车 把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汽车都拉进群聊 这个范围一般是300米以内到1000米以内 而处于区域边缘的汽车 再把它范围内的汽车都拉进群聊 就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汽车局域网 DSRC在技术上非常成熟 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通讯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稳定性存疑 而另一个方式则是基于蜂窝网络的LTE技术 比较类似我们现在手机的通讯模式 但是4G标准下的网络延迟 还无法达到V2V商用的标准 而5G网络的建设也还处于初期阶段 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 在一个国家内普及任何一种V2V技术 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比如说DSRC 需要给每一辆车加装一个通讯模块 而这个通讯模块本身不便宜 而LTE技术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架车基站 保证信号的速盖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都会烧掉一大笔钱 那消耗太多牵扯太多 补助又太大 也成为了V2V技术处类的绊脚石 比如美国交通部在2016年 就发布了一个零伤网计划 希望在2023年之前 所有在美国上市的新车 都必须安装基于DSRC技术标准的V2V设备 但是在主推LTE技术的高通公司 提出强烈的反对之后 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我国一直在主推基于5G的V2V技术 不过最近也因为美国的技术封锁 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果壳认为从技术上讲 DSRC和LTE技术并非势不两立 而V2V的最终呈现方式 极大概率会使两种技术 结合在一起进行互补 更重要的是 V2V技术作为未来V2X实现的核心基石 不应该因为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而被搁置 毕竟生命无价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因为V2V技术的普及 不会再有那么多人 因为交通事故而提前解除人生 V2V技术 V2V技术